古铺11月10日训意大利名帅安切洛蒂昨天在意大利一台脱口秀节目Tikki Taka担任了嘉宾 他在视频连线中谈到了皮尔洛托蒂伊布和C罗等人 以及执教尤文米兰和纳布勒斯等球队的经历 安切洛蒂首先谈到了一甲守卫下课的教练 来自佛罗伦萨的雅琪尼 作为教练 下课是我们职业的一部分 这很不幸 但当教练和俱乐部之间的工作不顺利时 下课是正确的选择 教练永远是最后一个得知被解雇的人 就算你已经有感觉 也要等到官方发消息时才能确定 双引号 2007年我带米兰的时候 大家一直在说这是我带队的最后一场比赛 结果我们最终拿下了欧冠冠军 教练没必要浪费时间去想自己的帅位稳不稳固 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双引号 谈皮尔洛和C罗的话题 皮尔洛他不需要别人的建议 但我还是决定给他提一个就算你失败了 那也要坚持着自己的理念去失败 不要管其他人 双引号 在黄马时只叫C罗 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你今天不用出场 因为他就是比别的球员强 不需要成为科学家也能理解这一点 双引号 谈纳博勒斯和加图所的话题 纳博勒斯对是个很棒的环境 像个大家庭一样 纳博勒斯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充满了矛盾 我从来没有在南方城市生活过 所以那段经历非常特别 双引号 加图所具备了成为优秀教练的品质 他现在也增加了经验 我期待着他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李莫勇已经有了成功的条件 双引号 谈直叫尤文图斯和纳博勒斯的经历均以下课告终 这些过去的经历在当时都让我很痛苦 但我们必须向前看 我相信最终美好的回忆总是会压倒糟糕的那些 足球带给了我极大的激情 但也仅此而已 生活中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现在这个特殊时刻 双引号 谈一铺带领米兰前进 当他选择去美国踢球时 我以为是去养老的 结果他每场都在进球 当他回到意大利之后 我以为这回生涯该结束了 结果现在又一直进球 他是不朽传习 就像C罗一样 一直踢下去并不难 但他们可是在一直进球 这不是容易做到的 双引号 我在纳博勒斯时曾想把野异步带过去 你问他吧 双引号 谈皮奥利的米兰能否带队拿到冠军 米兰最近又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他们还是缺少了成为油文和国际米兰那种级别的一些东西 但我们不要忘了这个赛季是很特别的 全欧洲所有联赛都是如此 经常有一些令人意外的比赛结果 很多联赛的防守都有一些此前你曾未想到过的球队战据 所以一切皆有可能发生 双引号 谈自己当年曾经渴望执教拖地 是的 我会非常愿意执教拖地的 但这话可能说了太多次了 谈自己的执教方式并不以严厉著称 这种事很难讲清楚 但幸运的是 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人拿着鞭子驱使我 无论是我父亲还是我的教练 如果一支球队想找一个拿着鞭子的教练 那他们就找错人了 双引号 会不会回归一甲 我已经开始变老了